我醒着呢 没睡着 你刚才都打播了 像狼猫一样 不可能 我哪知清醒着呢 难得少下修了什么离婚大法呢 是简许进了 爸 你愿意饶给我妈了 我也想问你同样的问题呢 一天过去了 你想好了让你妈怎么放过我吗 那你也得给我机会啊 你得能让我把话传给我妈不是 你先告诉我 我阿弟进去啊 只要有用 我呢 会比你更积极 有吗 你知道 你拦不住你妈 所以必须得承认 我这次下重手啊 完全是为了自保 我啊 再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想好了怎么让你妈答应 不再去蹭叶家的便宜吗 如果你没想好啊 我能给你一个预警 如果我把你妈给弄出来 你妈肯定会逼着你去找小叶 让小叶他们家 连起手来跟她一块对付我 她能使出什么手段了 我之前呢已经跟你分析过了 你想一想 她会不会 我知道 这个我会想办法 我会从我这儿隔绝看我妈跟珍珍 但是你得保证不能再陷害我妈 你非得把你妈给弄出来 你妈出来以后能干出什么呢 你心里没数啊 我说你非得把小叶逼走 还是要把叶家一块儿拉下水咽死 你给我脑子清醒一点好不好啊 我呀 要是叶家二楼 我看谁敢把我闺女拖下水 我就是中病住院 也得把她从你身边拉走 才不行 找人套你麻袋 打你个生活不能自理 单方面断绝关系 那你要这么说 我还能有什么办法 你最好是没办法 乖乖地在上海给我待着 别乱插手 免得节外生枝 我爸说这些 我以前都跟你说过 反正我也不知道真假 继续迷惑心 我倒是觉得尽力支出 你妈还真能做得出来 我看你刚才已经无言以对了 只是儿子这个角色 就会让你无法看着你妈 被你爸单方面摁着她而已 你放心 我一定在你跟我妈设计 我住一套家 正如你玩不过你爸 你在你妈面前 也必定是千律几球 而且这件事情 我爸妈肯定也不会看着不管 我还是跟他们说一声吧 让他们盯着点 要不然我们还能怎么办呢 他们都是老狐狸 你自己 光靠我们两个人的脑袋 哪儿是对手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 我们别扯蒙了 你也别放在心上 输给自家爸妈 这话该怎么说呢 反正我从小说到大 在爸妈面前 还弄个什么面子 对啊 也是 我跟我爸用什么样的印证 我妈如何接受法律的制裁 我都应该想把这框架打好 不管是隔绝她未来的亲戚 还是接近出狱后倾家荡产的她 都得从今天开始 走 走了 你走的时候带上酱骨和你做的土豆饼啊 知道了 你晚饭就省得做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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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